我现在所属的位置是国家水道工程技术中心广州黄埔示范基地 这个基地也是由袁隆藤医院市生前亲自部署的一个示范种植基地 今天由这个罗新闻院市组成的七人专家小组 会对这个基地的晚道就是双季道进行测场 今天我们是在广州这个基地来看看能不能达到袁老师这个要求 从早稻车产来看总体效果还可以 从晚到现在地里面的一个涨势来看还可以 但是由于早稻没有水 早稻查完了25天 所以影响晚到晚到 像今天我们这个地再查阳再查15天 那产量肯定会更高一点 那总体表现不错 这就是我们想在广州这种气候条件下 能不能也实现袁隆平先生所讲的牟产三千斤 这是个实验 我们希望通过今年也在镜头做真正实现袁老师这样一个梦 就是去年我们鹰龙兵室啊在三亚做这个水稻栏一种的时候 它12月20号召开了一个这个2021年水稻炮产空观的会议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人格增加特别快 而且的话这种有效的这个根基面积的话 可能是一来一会会减少的 所以的话在这样子的一个粮食安全的一个压力下面的话 提高总场是我们最高的一个保证粮食安全的 最有效的途径 所以到我们今天广东这个点的话 是我们沿路边市安排的这个三千里公关的第三个点 广东这个地方的在沿路边市提出的 双基母产三千里公关之后 就是这种大面积的就是三十五以上的这个大面积的 而且是在沿道和广道同一区块能够达到三千过程 应该是首次在我们广东这个实现 那么我们这种可能就会总结成功的一个经验 然后进行到广东 甚至我们华南地区的地盘器 把这个成功的经验进行一个推广 进行大面积的示范 福岚旅行员工专家 福岚省仲许会 邀请有关专家 对黄埔区双基大周年孤产三千里 高产冬冰 高产冬冰期间经历还送 进行责产验收 实力某采 126.4中斤 加上浪漫某采 723.1中斤 前年双斤的某采 159.5中斤